但如果我們常去看房的話 可能會遇到的就是說 小水龍會告訴你 這個可能是最後一間 到底是不是最後一間啊 說實話 哈囉大家好 我是琪琪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買房子 因為最近呢我們買了房子 然後發現買房跟看房 有很多妹妹高高需要注意 所以今天就請來一位房產達人 來跟我們一起聊聊 買屋看屋有什麼需要注意的細節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來歡迎房產達人鄧先生 嗨 嗨 我們要怎麼去換算自己 可以買到多少錢的房子啊 以這個房地產來講 它是有銀行貸款 銀行貸款的話呢 一般來講 大概都是以你買價的七成到八成 來做承貸 那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的自備款變成 只有拿兩成到三成 比如說總價一千萬的房子來講 我們自備款 大概就是兩百萬到三百萬左右 那如果以雙北地區來講 一千萬可以買到兩房 以全新的房子來說 那如果呢是在台中或是高雄 一千萬大概可以買到三房的 所以就是看地段 那如果說是兩千萬我們就在倍數 大概是這樣子 還有就是依每個人的自備款 有人常講買房子呢 就是贏在起跑點 但有些人呢 出生就已經在終點線 所以呢還是要看家庭的背景 那我們大概確定 自己可以買多少總價的房子以後呢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看房跟買房 那看房跟買房有什麼 細節跟流程 比如說像以看房來講 我們最重要就是說 它的交通 生活機能 還有它的環境 是不是我們 想要的 對 如果說我們是以工作為主的話 那我們就要考慮到說 它到我們公司的時間 是不是很快速的到達 其他的部分呢 看個人喜不喜歡這個房子的規劃 格局啊 建材啊 還有就是公共設施啊 因為有人就喜歡 回家就是像度假村一樣 要很豐富的設施 還有健身房 游泳池 然後呢 這個方寮 SPA這種的 那有些人就不需要 對於小支組來講 或是說對於工作時間 非常長的人來講呢 他這些設施對來講 是沒有家分教的 因為不常來在家 對 反而他會認同說 我要跟這些常用者 去分擔那些 公店 公水 這些公共費用 所以每個人需求 可能都略有不同 每個人對家的期待不一樣 嗯 那我想問啊 我們一般在看房 最容易忽略什麼事情 會不會有一些像是 被包裝過的話 所謂畫素之類的東西 需要注意呢 事實上如果我們常去看房的話 可能會遇到的就是說 銷售人會告訴你 這個可能是最後一間 到底是不是最後一間啊 說實話 因為位階不同 那可能接受指令不一樣 譬如說 如果是現場的銷售業務 他接受到指令就是說 這個週末 我就是要把這間賣掉 不然其他間 是是是 也是會有這種狀況這樣 就是說 大家都是同時介紹 同一庫 那呢 這個週末的目標 就是把這間賣掉 他可能特別好賣 價錢呢 可能特別甜 也可能是 他露台使用比較大 或高樓層景觀戶 一定有他的特殊性在 像這種的話呢 可能就真的是最後一間 但是比較常遇到的呢 現在都有實價登錄 價格都很公開透明 可是呢 我舉個例子 實價登錄也有可能會融為 操弄價格的一個工具 比如說在同一棟房子裡面 同時兩間房子要出售 那一間呢 他的屋況非常的差 他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裝修 沒有花錢去做整理 那另外一間呢 花了大錢去裝修 漂漂亮亮 每輪每換 那今天這個 比較漂亮的房子賣掉了 那實價登錄顯示出來 他的房價一定是高的 如果說裝潢比較差的房子 今天我們想要買的話 一定會去參考實價登錄 那實價登錄上呢 他登的是價格高的 有裝潢的房子 可是我們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有裝潢沒有裝潢 所以事實上這時候呢 我們有幾個方法 就譬如說可以問問看周圍的鄰居 或是早早之前的照片 說不定在訪問鄰居的過程中 會有很多的 這個意外的收穫 例如我們可能可以順便問問看 我們要買這個房子 有沒有重大瑕疵 像這個非自然生故 就是所謂的凶宅 那或者是呢 有沒有這個滲漏狀況 甚至是被報差的狀況 而且也可以了解 附近的生活機能好不好啊 然後大家對住在這邊的一些想法 一般來講 話術 他比較會有這個操作空間 一般就是對於數字的概念 指甲登錄的概念 那數字概念的話 比如說 今天假設我強調這個建案 他到車站 可能呢 文宣上是講五分鐘 那實際上我們在看的時候 因為都是屬於上下班 尖峰時段 那會有遇到比較多狀況 那maybe呢 我們可能到車站時間 可能已經是十分鐘之後的事情了 對於這個數字的認知 會有不一樣的這個解讀 因為說實話 房地產交易已經是一個 我們人生中難得遇到 一兩次的這種大型的交易 交易金額是最高的一個金額 所以呢 有時候做一些調查 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真的就是走房鄰居 然後實際走走看 然後像是剛剛 可能關於車程的部分 我們也自己開看看 或者是我們開去的路上 看一下附近的生活圈 不要一看到這個房子很好 我們就直接選他了 我們真的是要附近走房 那接下來來一些比較細節一點的事情好了 我們在簽約上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簽約上的話呢 如果說是跟建設公司購買這種全新成分的話呢 基本上合約方面 組約的部分比較不需要擔心 因為政府對於這種事情也是非常在意 所以它有個制定一個內政部的版本 合約版本 那呢 建設公司基本上呢 各家都大同小異 大別在於你的這個買的地點啊 那些不一樣而已 供到地價那些限制不同 那比較需要注意的呢 反而是一些 比如說後面的附件 戶圖 比如說像戶台戶 庭園戶 這個是屬於這個大家共有 但是呢 卻約定呢 由你這一部來專用 這個就叫 所以不是每一個合約都會有附件嗎 基本上應該都會有附件 都會有 對對對 依據它的這個建案的規劃 大部分的附件 都會在這個 霧台庭園 多的使用面積 或者說 拿照使照之後的一些規劃 它會做一些說明 我們比較需要注意的方式 是這個部分 等於是不是規範 我們可以如何使用它 其實簡單來講 是是是 那附件通常還會有 什麼東西需要注意 其他的話 大概就是屬於這個 二次施工 就是所謂的二工啦 其實蠻多建案 都會有這樣的狀況 那這是一個比較需要注意 針對附件這件事情 多加注意 是是是 要看仔細啦 關於貸款 貸款有什麼事情需要注意 那貸款流程是什麼 像剛好講到 貸款好像需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其實像我們就等了非常久 因為事實上 貸款來講呢 它是屬於銀行業務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等於是你買了這個房之後呢 裡面的七成到八成的款項 是由銀行支付 代表它投資你 那你再付它 根據法定的這個利息 那以我們現在的 因為中美貿易戰 還有各種的國際形勢 是包含這個疫情的影響 那導致這個 現在的利率呢 是非常低 如果說我們今天要跟銀行貸款的話 那第一個就是說銀行會見價 會看我們這個房子的價值 是不是真的有到達 它的見價水準 如果有的話呢 它就會給你相應的成數 例如七成啊 八成啊 甚至有些個人條件更好的 那可以用其他銘幕做到 這個更高的這個 成數的貸款 因為像我們去問貸款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 假設好 帶七成或八成 它可以有一個附加 可以帶一個裝潢款這樣子 每一個銀行的 貸款的條件都不太一樣 是是是 因為現在的 每家銀行內規都不同 根據房子的狀況 裝潢的狀況 可能最後 核帶金額也會不太一樣 有些銀行 裝潢是不認的 就是說它是認房子的價值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呢 只有單單房 對對對 這個部分呢 都是要依據銀行內規來做調整 嗯 那通常我從貸款到 因為我要真的是 他願意貸款給我 我才可以 真正的算是 拿到一半個房子吧 是是是 那這個流程大概需要多久 根據個人的信用品等 還有就是財力證明 各種收入證明等等的話呢 銀行調查先最少最少 也需要大概兩個禮拜到一個月多的時間 那這是屬於正常的時間流程 那甚至有到一個月半 兩個月的也有 因為像有些客戶它的收入 譬如說是在國外的 在台灣它是沒有收入的 沒有收入證明的話呢 國際的這個收入認證 每家銀行也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就是要調資料 是是是 那如果說像是 買中國屋跟買新城屋 跟跟建商買房子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條件 那像是如果說真的跟建商買 會有跟建商配合的銀行 會一定比較多 會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我們買的是中古屋的話 那有幾個點很重要 我們必須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呢 有些問題 因為銀行在認定一個房子 它貸款程度有幾年的時候 它還會考慮到使用年限 舉例來講 一個房子呢 大概使用年限是 譬如說50年好了 那你買它的時候 它已經是40年的中古屋了 是 意思說它使用年限只剩最後的10年 那你的貸款程度呢 年限也會因為這個而受到影響 而且中古屋在買的時候 譬如說像店面的價格 店面價格跟住宅的價格 它又不一樣 但是銀行在認定的時候 可能認為說它是一樓的住宅 所以貸款程度也會有所不同 這部分比較複雜 那如果說是 單純買建設公司的新程度的話 那這個就比較簡單 因為呢連銀行利率這些的都是 建設公司它會有配合的銀行 大批量一起談 那相對於我們個人去談 那當然條件一定是比較好的 不管是在乘數跟利率上 等於很像是 批貨跟零售的概念 是是是 貸款都貸到以後 接下來步驟就是 燕屋跟交屋了吧 因為這步驟我們已經完成 所以我知道 那燕屋跟交屋 我們先講 燕屋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好了 因為一般 跟建設公司燕會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建設公司就是 驗水 驗電 那試試看插頭是不是有電 那試試看水龍頭是不是有水 沖沖看馬桶 看會不會有阻塞的狀況這樣子 這部分管線比較重大的這個部分 建設公司都會跟你驗 所以相對來講 買建設公司的房子 比較不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其他關於細小瑕疵 或者說比較細微的部分 我建議如果說 買的房子總是需要裝修 那找一下你現任的裝潢公司 來幫你做後續的驗屋流程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種 就是找燕屋公司來驗 但是這個通常來講 你需要額外再支付一筆錢 給這個燕屋公司 那燕屋公司的收費方式很高嗎 有很高的 因為它依據你的需求 比如說你要做綠離子檢測 要做什麼檢測 那個是要專門 是是是 要送專業畫面 它不會還會有什麼 就是什麼輻射檢測 有有有 那個都有 請設計公司來驗 會對我們算是更好吧 因為還會有搭配後續的一些裝潢 一些電在拿 水在拿 海水什麼什麼的問題 是是是 那如果你有想要就是對於自身 更重視健康安全 更重視的話 找燕屋公司 一些比較高單價的燕屋公司 可以幫你驗一些什麼輻射什麼什麼 就是看個人需求 但其實你覺得需要嗎 個人建議不太需要 因為其實如果說車機師 是你信任的人 那你請他來幫你驗的時候 因為他會跟健通 做一個所謂的責任區分 比如說這個東西是在我裝潢進場前 他就已經存在的瑕疵 那就屬於建設公司要修閃的 這些我們可能看不出來 可是裝潢公司他會很在意 因為你到最後實際上裝潢完入座的時候 我們這些瑕疵 擔保責任 對 就屬於裝潢公司 這不是我用的 所以說其實燕屋就是 要嘛自己燕 要嘛請設計師燕 要嘛就是找燕屋公司 但其實最好的可能這樣子評估起來 可能就是請設計師燕 那交屋有什麼事情需要注意的呢 交屋流程的話呢 基本上它比較簡單 因為它只是一個行政貨戶的一個流程這樣 前面的包括銀行貸款 包含這個設計師裝潢部分 事實上我們前面的我已經定案了 那最後呢就是全裝交付啊 那 maybe 有些人會在意 比如說有挑日子啊 跟我們結婚選日子是一樣的 交屋有在去 是是是 各種儀式 就看個人有沒有要選日子 對對對 看個人總共要信仰 交屋就是本人一定要到 對 有本人可以不到的嗎 本人不到的狀況比較少 它是可以用授權書的部分 是可以委託的 對 但是買房這麼大事 一般大家都自己去 除非我有好多間房子 我就不用自己去了 我就請人家說 欸 你去幫我交個屋 是… 就是現代人啊 應該說其實大家對於買房都是一個夢想 都會覺得說我人生一定要買一個房啊 可是又覺得說買房是好貴喔 像我們也是 我以前是完全不想要買房的 可是後來我就被 慢慢被我男朋友洗腦 發現其實好像買房沒有那麼的困難耶 是是是 那請問買房真的容易嗎 因為事實上好 很多人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人生最大筆的金額 所以很難下決定 甚至很多人認為說租金我負擔得起 但房價我可能負擔不起 我以前也是這樣想 我就覺得說 我就繳房租一輩子就好啦 就是我之前就有看過國外有一個新聞 他就講說有一個超級大富豪 他宣稱就是一輩子都要轉出來說 我這輩子不買房 你看我這麼多錢 我買房子的錢 我可以拿來住總統級套房 我一天換一間 我甚至可以住好幾種 然後一直叫room service什麼的 我就可以過得很奢華 然後衣服都會有人幫我洗啊什麼的 我是住飯店啊 為什麼我要買房 其實呢 因為那是屬於特殊個案 這就是即時享樂的觀念 有些人確實有在倡導這種觀念 就是說 喔我可以不要買房 我可以租房子 我可以不要當房奴 剩下的預算呢我可以花在我的娛樂上面 我可以把生活好像變得很有品質 這個當然都是個人選擇 但是呢 我送給你一句話 這個是跟大家分享 人生繁華三千場 決勝就在下半場 這個你買了一個車子 前面都很奢華 很好的這個所謂生活品質 跟你買了一個房子 那你到後面的時候呢 會完全不一樣 你把時間拉長到20年之後 你有房子的人 第一個房子是你的 你省下這20年租金 第二個 這個房子它會有增值 所以你等於賺兩倍 那如果說你沒有買房子的話 那些花掉就是花掉了 你等於幫房東養了20年的房子 我覺得比較像純錢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他就是會覺得 喔我錢花掉了就沒有了 就是看個人啦 也許有些人就是沒有這個想法 但我覺得對於真的想買房的人 我覺得錢投進去 你比較不會亂花錢 是是是 而且你會更有動力 想要賺錢耶 我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最後請鄭先生來對鏡頭講一下 買房子的總結好了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注重採光跟通風 那呢如果採光好 那通風也好 那就是有風有光 風風光光 哇這句話好棒喔 那如果呢 買對好房子 健康一輩子 買對好房子 那你就賺到一輩子 過年福氣壞耶 房子有選對有買到好的房子 其實我覺得你整個忍得氣啊 也會比較好耶 對 因為那是你休息的地方 有些人認為說 這叫做第二空間 第一空間就是工作的地方 消耗人能量 那第二空間 你才能夠補充人能量 所以你在第二空間 對你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真的有投資的打算的話呢 可以多去參考一下 雖然可能會覺得說 現在很年輕 可能買房子對我們而言太早 不過投資才會越早越好 就是不要租房子 我們就是多研究 然後可以先從小房子買起 其實並沒有那麼困難 當然啦 我們要存錢困難 存錢又是另外一件事 那總之 今天大概就是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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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之後想要看 其他關於房子類型的影片的話 我們接下來會有一系列 關於裝潢啊 設計師啊 木工啊等等 以一大堆東西 有一大堆流程 我們會拍一些影片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問我們 我們也許有機會 可以開第二集 如果真的願意來訪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 謝謝 掰掰 有趣的事 一直講不下來 有趣的事就只有 就是買 有啦 有啦 有遇到啦 有在教我的男朋友 臨時跑來看 然後帶著自己的老婆 正牌的 對 帶自己的正牌看 然後接到 然後自己心裡就覺得說 你叫你老公 你還是要很專業 很敬業的介紹下去 到底買是不買 買不買對人家都是傷害 因為買了好 你可以 假設說人家會可以抽成 可是你就覺得 你還要幫對方做合約幹嘛 還要給效益 對對對 有些是故意的 比如說有戴黑臉 有戴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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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故意進入對方 事實上是要後面的人去 戴黑臉 去把這個交易把它收下來 哇 也是有